我相信有很多人在 YouTube 上面看影片的時候 都會看到這樣的縮圖 你是不是很好奇 這台 YouTube 縮圖是如果做得出碎片分散的效果的 你是不是會以為需要有非常高的 Photoshop 技巧 才能夠做得出這樣的效果 其實並不是的 今天這期影片 我就想要你如果快速使用 Canva 去做出這種碎片分散的效果 我也掌聲給你每個步驟 哈囉大家好,歡迎畫畫片,我是 Grayson 我喜歡這個 YouTube 頻道 在網上打到自己一個人品牌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是完全免費的 記得把朋友的小鈴鐺打開 就能夠接觸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另外在底下描述 也可以找到很多經濟電話的使用工具 現在我們就創建了一個 Canva 的空白文檔 你可以加入你想要做出碎片分散效果的圖案 因為我在這裡就加入一個 Canva Logo 我選了元素,然後我搜索 Canva 這裡我找到這位 Logo,調整它的大小 然後就可以加入碎片分散效果的樣式 還是在元素裡面,這裡我們可以輸入兩個關鍵詞 首先第一個關鍵詞就是 Splash 這裡就可以找到很多碎片分散效果的樣式 第二個關鍵詞就是 Splatter 這裡也可以找到很多碎片分散的樣式 我需要選擇一個大的顆粒樣式 例如我選擇這個 還有一個就是比較分散的顆粒樣式 例如我選擇這個 現在我們可以開始製作 首先我們使用這個大的顆粒樣式 調整它的大小 然後我需要把它變成背景的顏色 現在我背景的顏色就是白色 所以我把它變成白色 選在這裡,然後可以調整成白色 這樣我的圖案就有個消失的效果 我可以調整它的大小 如果你的背景是其他顏色 例如是藍色,你就調整成藍色 這樣才會做出這種消失的效果 然後我們可以多複製幾個 我們可以按住 Ctrl C 和 Ctrl V 然後點進這裡,可以調整它的方向 也可以調整它的大小 然後可以再複製一個 調整它的方向 調整它的大小 然後我們使用這個小顆粒的樣式 把它移動到Kama標誌上面 然後我們需要更改一個顏色 選擇顏色 然後我們需要調整成和這裡接近的顏色 我們可以選擇添加顏色 然後選擇這個吸管的標誌 然後吸一下這裡的藍色 下面就可以看到 這個顏色就變成了和這個標誌一樣的顏色 我們可以多複製幾個 Ctrl C 和 Ctrl V 調整它的角度 在這裡的話,我需要把它變成和這裡接近的藍色 選擇更改顏色 還是吸一下這個顏色 選擇新增顏色 還是選擇吸管標誌 在這裡吸下這個藍色 然後再複製一個 放在這個中間 調整它的大小 吸一下這個中間的顏色 下面就做出來一個 Kama這個標誌碎片分散的效果 我可以把它移動到中間 然後你可以根據這個創意 做出更多修改 如果你要下載 你可以點擊右邊的分享 這裡就有個下來的選項 你可以選擇 舒服要透明的背景 然後就可以選擇下載 像在看完這期影片之後 是會覺得原來這種效果 這麼容易做得出來 多虧的Canva 讓每個人都能夠做得出來 好看的設計 對於每位創作者來說 Canva 真的是你應該使用的工具 因為真的是太方便了 如果你想學習 更多關於Canva的使用技巧 可以去看看這期影片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點個贊 如果你還想了解 更多關於Canva的內容 歡迎你給我頻道 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想和共同互動 可以關注IG 這裡下我描述完 也可以找到很多 新電話使用工具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